因为我没有经纪人的关系 所以这片比较free 他为什么自己当经纪人 我觉得很OK 觉得OK我就做 不OK我就不要 你有被讨厌的勇气 你也跟他说的要求太吉巴了 你让我武康人做这种事 我是想要做什么 去更改你的要求 不是我以他的要求为主 我真的建议不要学我 没有经纪人 因为有经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般可能年轻人 我就没有接到那么多工作 我想接那部戏我都接不到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你必须要先壮大自己 才能让经纪人有所发挥 我发现吴康人有说话的艺术 我们没有 对 不是人人都是吴康人 还是找经纪人好了 为什么谈价钱 不然你先报个价钱来参考一下 然后他就报一个价钱 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然后就会 然后他就会 这样好不好 到最后还说 好啊 最后还说 yes 大家懂了